HELLO 各位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月17號禮拜三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民當家 我是李歐 今天台北股市大漲600點 大漲600點 再創歷史高 祝福各位投資朋友開工大吉 今天這個淨財大發 今天很多人都覺得非常的意外 哇今天怎麼會漲那麼多呢 不是說這個封關過年之前 大家都在擔心國際股市擔心本土疫情 可是你還記不記得 當時我們怎麼跟大家報告的 我跟大家講本土疫情 我對台灣的政府的防疫 是相當相當有信心 所以本土疫情其實影響並不大 後來證實確實台灣本土疫情控制的也非常好 連續好幾天都呈現一個加零的狀態 所以本土疫情它是控制的非常的好 那至於國際股市的部分 國際股市雖然我們沒辦法 去猜測說國際股市到底會大漲 還是說出現一個明顯的震盪拉回 可是我們看到國際股市結果 從結果來看確實是呈現一個 比較明顯的上漲 但是你說上漲有漲很多嗎 其實也還好 其實也還好 最主要漲的特別多的是什麼 是美國的廢城半導體 美國廢半漲了大概8%左右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美國廢半大漲直接影響到的 就是台灣的台積電 影響到台灣的聯電 但是在過年之前 過年之前 那我對於整個我們的股票 我們看好的股票 大部分股票我們都是呈現一個報股過年的狀態 但是為什麼我敢報股過年 其實對於今天台北股市可以大漲600點 我大概預估是漲400左右 那後面漲600點 其實我也是覺得有些壓抑 其實我也是覺得有些壓抑 可是呢 我還是蠻有信心的 蠻有信心的 在封關之前 為什麼我敢報股過年 其實我的觀點 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各位投資朋友 你要逆向思考 你要去想 今年年初到封關之前 外資賣多少 外資總共賣1000多億 1000多億 那融資在整個過年之前 最後幾天 最後幾天 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大盤 來給我這個小畫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大盤的走勢圖 大盤走勢圖 其實在 我們可以從這個圖面上 就可以很清楚看到 在封關的前兩個禮拜 它有突然出現一個明顯的下跌 而且還跌破月線 還出現一個爆量長黑K 當時大家都覺得完蛋了 這盤要崩了 那時候就已經很多人就賣掉了 可是呢 到最後一個禮拜 它反彈上來了 反彈上來了 又重新站回這個月線之上 更多人賣了 哇這個最後面幾天 融資大減110億 大減110億 那融資大減 跑光了 主力大戶中十戶 都跑光了 可是你看到今天大漲600點 今天就有人開玩笑 開玩笑 他開什麼玩笑 他說過年前 很多人不是說2月10號 印度生酮獎的嗎 2月10號是六星連珠 完蛋了 盤一定會崩 這個 會有出現什麼變種病毒 會有出現這個疫苗無效 結果 六星連珠不是跌600點 反而是大漲600點 那很多人看到今天這個結果 看到今天開盤漲400點之後 其實就傻住了 就傻住了 如果你只是在過年之前把股票賣掉 那就算了 還好 就是沒賺到而已嘛 可是有些人是在過年之前去放空的 完蛋了 放空期貨的 被嘎爆 被嘎爆 好那我們先跟大家探討 如果你的股票 在過年之前賣掉了 在未來幾天 如果有拉回來 有拉回來 你要怎麼操作 請問你要怎麼操作 拉回來當然要買 沒錯 因為整個行情的趨勢方向 是偏多的是往上的 好這時候你就要問 假設沒有拉回呢 他一直漲呢 怎麼辦 你還是得買啊 你還是得買啊 但現階段 重點不是在於這個指數的部分 因為指數它是主要漲台積電 來幫我放下這畫面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台積電的部分 今天台積電漲4.91% 4.91% 還沒有突破前面的高點679 很接近很接近 只差一點點 好還雖然還沒有突破 可是你光從今天台積電漲了快5% 所以可以貢獻這個點數 來給我小畫面 預計可以貢獻的點數 就是大概250點左右 1%大概就50點 漲5%就是250點左右 所以台積電貢獻250點 那其他的 今天包含像富邦金金融股 蠻強的 今天幫我放下這畫面 今天富邦金它也漲4% 也漲4% 所以我想這個地方各位小畫面 所以我想這個地方 這個 個股 才是未來的觀察重點 因為包含像2303的聯電 聯電今天也出現一個很明顯的多方缺口 那大漲 那包含像這個 5347 5347 世界先進 世界先進今天長的比較小一點點 長比較小一點點 那金融代工 除了金融代工 因為金融代工好嘛 那後段的這個封裝 邊封裝邊測試 這個3711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3711的日月光頭 今天也空上漲天板 還有一次股票 今天也蠻搶的 哪一次股票 6488的環球金 環球金 環球金為什麼會搶 2月10號 不是六星連珠嗎 結果2月10號 9號差不多9號 台灣時間大概10號左右 最近宣布 環球金就宣布 它收購德國的四創 Snetronic 這個56%股權 已經達標了 成功 已經過半了 達標了 但是接下來它延長到3月1號 它希望能夠收購更多 這個消息 就激勵了環球金 今天空上漲停板 還有什麼股票搶的 因為反正現階段 不管大盤是拉回 還是要找買點 那繼續往往漲 你也不得不買 很多大戶 很多法人 他也是要買 可是要買哪些股票 買哪些股票 環球金 第一天攻上漲停板 那有一個族群 之前大家不太敢買 2327 國具 被動元件族群 可是你看這個 被動元件 國具的部分 已經漲很多了 漲很兇 這個波段漲幅非常大 當然漲很多的 你不要去追 來看一下 華信課的部分 華信課是不是 橫盤整理很長一段時間 過年之前 其實也沒什麼動 幫我放在這畫面 過年之前是沒什麼動 都是平平的 平平的 但是今天出現一個多方的跳空缺口 今天也跟上漲停板 也跟上漲停板 走勢算蠻強勁的 好給我小畫面 所以我想接下來台北股市的重點 重點是擺在個股身上 是擺在未來有產業前景 未來有產業前景 而且財報數字是好的公司 好啦 那我們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先前跟大家報告的一些個股 哪些個股 我們在農曆封關之前 我們是有報股過年 當時我跟大家分享說 第一個你要逆向思考 第二個是 你要看哪些產業 具有未來的發展潛力 比如說第三代半導體 第三代半導體 我就只看好漢磊的部分 但是個股的部分 今天漢磊是小漲 但尾盤有稍稍的收低 但是沒差這個長線的趨勢還是看好 可是我跟大家分享 包含我們之前的4576大銀 大銀 好爆發這畫面 你看這個大銀 今天再創波段新高 今天大漲收盤漲8.58% 漲8.58% 創波段新高 那我們這個加入成員的獲利 從這個12月24號 還有這個12月29號 這個最低我們買到這89塊 到今天145.5% 145.5% 整個波段的獲利已經高達6成以上 波段獲利高達6成以上 到目前為止 我們還是抱緊緊 還是抱緊緊 而且在這個過年之前 過年之前不是有小幅度的拉回嗎 小幅度的拉回 當然封關這一天 封關這一天 他是來到141 他是再創波段新高 再創波段新高 可是因為我們的成本已經拉開了 成本已經拉開了 來各位小畫面 所以我們還是選擇抱股過年 因為我看的不是只有這麼短 也許你現在看的這個幅度 你覺得說短線上漲了這個60% 你覺得好像漲很多 事實上對我而言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還好 接下來如果有震盪 有拉回整理 在適當的時間點 我還是會帶加入成員 進場做一個買進的動作 所以我們目前就是 持股續爆 持股續爆 那再來過年期間 過年前我們有做一些佈局 在過年前我們有做什麼佈局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就是 大家都知道台積電好 台積電好 但是台積電已經漲到最高679塊了 過年前他有一度跌破月線 來爆發這畫面 台積電在哪一天 在這個1月29號這一天跌破月線 這一天最低是591 591隔天就佔回月線了 那你還記不記得 來幫我發這個說表畫面 台積電跌破月線的隔天 他就立刻佔回去了 那你對應到大盤來看 他比大盤早一天轉強 早一天佔回月線 那就代表說這個大盤 他會往上走 因為台積電的全值佔30.9% 所以當時我們研判 這個盤 在封關的最後一個禮拜 他會收高 會收最高 結果到最後真的如我們預期 就是後面是走高的 可是我們當時就在思考一個問題 就在思考一個問題 台積電會好 而且台積電 這個今年的這個目標價 很多法人最近看到這個800塊 甚至於有外資看到1000塊之上 當然不管 到底這個目標價會不會到 但至少我們可以研判說 台積電短期的這個 晶圓代工 世界領先的地位 不會被人家取代 不會被人家取代 好 可是 有些人都覺得說 台積電已經漲這麼多了 股價太高了 600多塊買不起怎麼辦呢 但是台積電的相關的零組件 相關零組件可不可以買 當然可以買 尤其是在過年期間有發現一件 我覺得蠻重要的事情 就是歐洲還有美國 大家還記不記得 之前有這個車用晶片 非常緊缺的事件 所以歐美的政府 歐美的這些車廠 就透過他們的政府 來跟我們台灣政府溝通 希望台積電 還有我們的一些晶圓廠 可以優先的幫他生產 這個晶片 車用晶片 如果車用晶片沒辦法生產 你看一台車的零件 數十萬個零件 數萬個數十萬個零件 只要缺幾個晶片 這個車子就沒有辦法組裝 沒辦法出貨 那車子這個產業影響的工人 是非常非常多的 而且這個金額也是蠻大的 他們都覺得非常頭痛 但是他們從來都沒有想過 竟然晶片 這個小小晶片 他沒想到說竟然會掌握在台灣 這個小國裡面 掌握在台灣這個小國裡面 要看我們的臉色 要看我們的臉色 所以過年期間 美國包含一下Intel 包含一下美光 包含一下這些 記憶體的這個晶片的大廠 他們紛紛上書美國總統 要求希望可以這個加大 在本土自製晶片 所以拜登 渴望預期說在未來的幾個禮拜 簽署說支持國內的晶片 這個企業在地本土化來生產晶片 包含像歐盟區也是同樣有這個計畫 但是我們知道這個計畫 好你仔細想想 對台積電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會因為歐美都要自製晶片 台積電領先地位就被人家取代了嗎 不會短期三年到五年的時間 不太可能被人家取代 但是你要想 這個訊息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歐美各國他要蓋半導體廠 要蓋這個晶圓代工的廠房 他需要買很多的設備 那當然這個設備 相關的零組件就會優先受惠 縱使台積電的領先地位不會被取代 可是我們可以知道的 相關的這些設備業者 會先得到訂單 當然這個訂單現在還沒拿到 他只是一個短線上題材一個效應 那我們從長線的角度來看 當然我們不管是中國 他要做這個半導體自製化 那扶持他本身的這個半導體業 你就需要買很多的設備 歐洲美國 包含像韓國三星都要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在過年之前 我們跟大家分享什麼 我們跟大家分享台積電守護神 來幫我放到這畫面 好這個是過年之前 我跟大家講過了 這個人生總是有很多是機會 那只是缺乏把握的勇氣 如果你在過年之前 各位小朋友 如果你在過年之前 在這個拉回的時候 好 大盤有沒有 在前面這一段拉回的時候 你沒有進場 沒有報股過年 那今天的這個上漲 這個600點 就跟你沒有任何的關係 好 但是在過年前 這個2月4號的時候 2月4號的時候 我還特別跟大家分享 台積電守護神 基本上講台積電守護神 我提到幾個關鍵字 獨家寡戰高成長 而且關鍵的材料 重點是它是使用在 這個半導體的前端 前端的一個設備上面 而且是直接接觸在晶圓上面的 基本上 這些關鍵字很多人 我想在這個影片的下方 已經有投資朋友猜到 以前有投資朋友猜到 今天就是易德式 台積電守護神就易德式 它今天就直接攻上漲停板 直接攻上漲停板 而且是這個時間蠻快速的 好幫我封到大家的畫面 它今天開盤開多少 開139塊 139塊大概漲這個3%左右 那隨即很快的拉到147塊 就算先前來不及上車 來不及上車 但是你今天如果有跟上的話 它也是攻上漲停板 也是非常非常的快速 好給我小畫面 好啦所以除了這個易德式以外 這個工具機之網大鷹尾 大鷹過年之前我們賺55% 55% 今天大漲 大漲 今天破斷貨利已經來到61% 當然是續爆 當然是續爆 很多人跟你講什麼大鷹尾第二 哪一個大鷹尾第二 這只有第一 它就是工具機之網 那這樣子的股票 很多人認為說這個漲多了不能買 沒關係啊 等這個股票有下來的時候 新同學在適當的時間點 我還是會帶他進場做一個買進 但是你不要自己去追 你不要自己去追 因為漲多了 會有人調節會震盪 會有人震盪 那你如果追的話 你的成本比較高比較貴 你當然會忍受不住這個震盪 好那當然之前過年前我們跟大家分享 這個工具具產業嘛 趨勢成形嘛 誰受惠嘛 很明顯 暗示很明顯 那當然包含像今天呢 安國 安國今天有光是掌停板啊 還記不記得過年之前跟大家分享 這個三安嘛 分享三安嘛 好啦 那手機拿出來 手機拿出來 過年之前 不是過年之前 過年後 過年後 大概你看 這個Telegram部分 Telegram部分其實我暗示好多次了 在這個2月9號 2月9號 我有跟大家分享 我說這個 什麼機器這麼可怕 有沒有 我說這個不然撞到 台北股市會跌停嘛 就是當時有新聞媒體報導 這個艾斯摩爾的這個車子 裡面裝 應該說這個貨櫃車連結車 那外表 外表有塗裝這個艾斯摩爾 裡面裝的是這個 很有可能是裝這個EUV的光刻機嘛 其實我就是暗示大家 EUV光刻機裡面有兩片真空吸盤 這個真空吸盤就是易德式做的 易德式做的 他不但做的好 而且 比原廠 艾斯摩爾的這個光刻機裡面的 原廠的配備做的更好 所以台積電的良率就是因為有它 所以才會這麼的好 而且你看 2月10號 我跟大家分享新戰計劃 新戰計劃 成就台積電的這個護國神山 全世界唯一生產EUV光刻機的就是艾斯摩爾 而且我還跟大家分享 不只 分享好多天 分享好多天 包含像這個新春開鴻盤 還有包含像這個2月16號 艾斯摩爾這家公司真的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26年 漲232倍 那我想 他可以漲232倍 台灣的這個 台積電守護神易德式 能不能漲那麼多 我不知道 但是艾斯摩爾他的這個 PE 就是他本益比 超過50倍以上 超過50倍以上 那為什麼他可以想要這麼高的本益比 因為他是全球唯一 全球唯一 那易德式的部分 他也是全球唯一 他的這個大數據演算法 大數據演算法也是全球唯一 全球唯一 那他的全佛密封環 放在這個前段設備裡面 他是維持半導體設備 可以保持真空的狀態 因為這個半導體設備裡面 他會放很多的化學的藥品 化學藥品會侵蝕這個全佛密封環 密封環就是要讓這個環保持真空狀態 可是他會侵蝕 但是這個環因為全球唯一 他做得非常好 而且他是一個戰略性的一個化學品 戰略性化學品 只有這個少數的幾家公司能夠生產 易德式他本來是做代理銷售日本的這個大金產品 可是他竟然能夠拿到日本人的原料 而且日本人的這個技術 自己來做 那所以你看他的毛利率就特別提高 現在市場上很多人在講這個 艾斯莫爾的概念股 包含像這個加登 問題是加登長很多了 長很多了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加登 來幫我放大這個畫面 3680的這個加登 你自己看一下加登 加登 加登長多少 加登從這個2019年 2019年31塊漲到383塊 漲這個10倍以上 漲10倍以上給我小畫面 所以我想已經漲那麼多了 但我們不會去追 我們不會去追 所以我們跟大家分享的是相對低位階 而且才剛剛開始的股票 那至於今天已經漲停板了 後面還會漲多少 你就別忘記持續鎖定 我們這個股民當家的LINE群組 還有Telegram 那接下來呢 當大盤有拉回整理 有拉回整理 我還是會帶各位投資朋友 帶我們的家族成員 在適當的時間點 來做一個進場買進的動作 而且我們接下來會佈局 跟他一樣 有產業前景 有未來的好公司 好的加油 接下來 新的現在是新的一年嘛 新的開始 我們一起努力 好的也祝福各位投資朋友 操作順利 股民當家 幸福理財 我們明天見囉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奇效不保 全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賤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限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